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看一台钢琴,因为它的钢琴线被错误的整修,有一些在整理钢琴的这些技术人员也好,这些工作人员也好,他们以为防修油对钢琴线有保护的作用,因此错误的将它涂抹在钢琴线上。 那现在所出现的问题呢,就是我们所担心的,除了它的破音以外呢,它的tuning笔因为有油的关系,以致它会很容易lose笔。 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呢?刚好这台钢琴有这个状况,那我给大家示范它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。 比如说这一条string,它不能够很稳的在tuning笔上面,它很容易lose。 比如说我调音的时候,我一动它就lose了。 那这个对钢琴造成很致命的伤害,为什么呢?因为你在调钢琴的时候呢,它的音准不能够稳定在那里。 因此在我们购买钢琴的时候,我们必须要小心的检查,以致不会错误的购买。 好,之前我有说过我们怎样检查这个线被错误的整修呢?我们可以用手指在tuning笔上插一下就知道。 今天呢,这台钢琴呢更容易释放给大家看。当我们发现到这个钢琴已经被错误的整修,你可以看得出它的油肌在tuning笔线上。 好,经过我刚才的调音,以及发现到它的状况。 现在呢,我可以更加的告诉大家出现了什么问题。 这个钢琴线呢,因为被错误的涂上了这个防修油以后,它的tuning笔呢,就很容易lose。 在我们调音的过程里面呢,它就一直会跑影。 这个是被错误整修以后所带来的副作用。 第二呢,它的油呢,因为渗透在上面呢,一直在锤子敲打过程里面呢,就尖叫的,细在这个hammer上面。 那变成hammer弹出来的时候,就像我们戴口罩一样。 又有一个mellow-mellow蒙住的声音这样子。 因此呢,我们在购买钢琴的过程里面呢,这个被错误的整修的地方呢,要特别的小心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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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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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